我创意我做主 嘿嘿嘿 我是红果果 我是绿泡泡 啦啦啦啦啦啦啦 一起玩创意 好的 赶快来认识一下 来到我创意我做主的小朋友们吧 大家好 我叫秋秋 我今年六岁 大家好 我叫妞妞 今年六岁了 还有我 我是绿绿可爱的小孤兜 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 真的是好期待啊 Rubb今天你给大家展示的创意作品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的创意作品非常的精美 我已经把它带来了 看这就是其中的一个 怎么样 哇 好漂亮的花瓶啊 漂亮嘛 小朋友 非常棒 那你们知道它是用什么做的吗 用什么做的 猜一猜 秋秋 这个是用一种泥做的 哇 小孤很厉害啊 一种泥做的 来 其实它的原材料就是这个 快看 灰灰的泥土 怎么能做出那么漂亮的瓷器呢 当然了 我本人还不具备这个实力啊 这是由我们今天吉祥和大家见面的一位达人制作的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这位达人上场 哇 掌声欢迎 欢迎 大家好 我是水母 来自清秀阁陶艺工作室 欣赏一下水母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制作好不好 好 我们一起来欣赏 有请 哇 我们的水母老师已经摆放了各种各样的工具了 我们看到好像有成品有半成品 赶快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些艺术品的诞生的这个过程吧 是这样 它们的最初都是这样的 都是泥土 然后呢通过机器的旋转或者是手工的捏制 它呢就可以做成像这些咱们想要的形状 这个呢我们叫做素P 制作素P 现在需要把它揉一下 用力地揉一下 这个步骤有点像那些揉面团啊 小朋友一定会很喜欢 然后现在呢把它搓得圆一点 然后就要稍微用一点劲 这个是把它拍在机器的正中间 固定好 然后呢说要彻底地进湿 先这样抓住这个泥团 然后踩它板 让机器先转起来 然后大拇指放在顶端 用力向下压 横向拉开 哇 一个碗 这个形状出来之后 咱们就捧着它 双手同时用力往中心挤 让它长高 哦 哇 咱们要先让它变成一个直筒的杯子 像这样 已经有一个基础的形状了 然后呢 咱们就可以开始变形了 哦 轻轻地把它往下拉一下 你看 哇 这个碗是非常的形象的 对 一个非常形象的碗已经出来了 对 然后咱们还可以让它继续再次的变形 哇 哇 可以把它取下来了 哦 把它取下来的时候呢 用刀片和铲子就可以了 好 太棒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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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接下来我们请现场的小嘉宾也来试一试好不好 来小朋友 好 请坐 接下来怎么做呢 手要彻底战施 什么感觉小朋友 有一种红滑的感觉 Yuma说明你手感不错 好 你可以把它拉高一点 然后两个大拇指慢慢地横向拉开 好的 非常棒 来沾一点水 再沾一点水 小朋友做得不错 可以啊 小朋友 双手同时用力往中心挤 让它长高 它已经能把它拔到很高 这个已经很不容易了 好 太棒了小朋友 我们为你鼓掌 我们要请牛肉小朋友来试一试了 先把手进食 对 好了 大拇指放在顶端 对 垂直用力向下压 大拇指垂直 对 用力向下 垂直 垂直 竖的 竖的向下 对 竖的向下 对 往下按 手放在两边 对 放在两边 放在两边 手沾一点水 你有什么想法想做个什么呀 碗 做个碗 非常的实在 实用 好 差不多了 没了 好 一二三 我觉得差不多了 我们来看一下 好 看一看小朋友的作品 好 牛牛松手 太棒了 我们想象的要好 太多了 太棒了 鼓掌 鼓掌 真的是很 真是 这就 俨然就是一个碗 完全是达到这个标准了 这完全看不出来 是第一次制作呀 太有天赋了 这两位小朋友 太有天赋了 两位小朋友都很棒啊 在这边你们鼓掌 太棒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素皮做好之后 下面的工具要怎么进行吧 彩绘 好 比如说这支杯子 咱们现在这里呢 有一支 已经制好的干皮杯子 咱们现在呢 就要在上面做彩绘了 好 好 我们来看看 学母要画什么呢 那咱们就画一棵 指挥树好了 好 好了 它是不是就做好了呢 现在呢 还要进行一道工序 就是给它上右 上右 直接拿着它 把它静下去就可以了 好了 现在最后一步工序 已经完成了 下面呢 只要等它干掉之后 入窑烧制就可以了 烧制完了之后 就是我们看到的 桌子上摆放的 非常精美的工艺品了 再次把掌声送给它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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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